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你们翻个包 今天背的是 Burking的二五 这个是我朋友才带 这个是我朋友在迪士尼给我带的那个 玩偶 这是坐着的 还蛮好看的 可爱 我对于色的小飞马也挂过 然后史维克也挂过 反正我觉得Burking这个包 是把一个小玩偶啊什么的 就会显得比较可爱 俏皮一点 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偏休闲一些的一个包 然后今天就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全身黑 然后回来搭它我就配了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我是在伦敦的一个跳蚤市场买的 好像是一个专门 自己做帽子的一个小摊摊吧 然后买的 就还挺特别的 正好出门了 出去跟朋友吃饭了 然后里面是 我装了一个内胆包 因为当时这个包是我的 第一个 算是BKC吧 然后我的第一个Burking 然后之前如果那些菜篮子 那小包不算的话 它算是我第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 爱马仕的包包 然后就比较爱惜一点 当然这个内胆包还是买的 对在法温买单包也不是防水的 然后它里面的结构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前面有一个带子 然后后面有一个拉链 我一般都是拉链里面放一种小票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包的小票我就会放在拉链里面 然后会塞一些小的东西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Burking 25很能装 因为我觉得比Kili好装多了 真的 很能装带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很多 笔 就是笔带 然后这个是 这个会有霜我好喜欢 就是我好喜欢这个味道 我刚刚才用了 就手上一直有这个味道 好舒服 然后一个是这个卡包 还是爱马仕的卡包 这个太旧了 都用黑了 准备下次 下次如果给我包的话 我叫我去买个黑色的 就是金脏一点的颜色 这是洗手液 今天早上去了那个医院 然后就顺手洗一下手 这个是火锅店的那个扎头发的 新入的一个爱马仕的唇釉 这是什么颜色呀 03 我现在嘴上就是这个 其实它是一个set 就是有三个口红在里面 好像是不能选颜色 但是都是那种比较日常的 就是润唇膏啊 没有颜色的呀 或者很浅的呀 唇釉就是看起来很浓 但是它涂上嘴 没有什么太大的颜色 我闻一下味道呢 没有什么 水果味 这个布就是比较特别的 什么粉色呀 什么颜色都有 然后是一个爱马仕的小包 对 然后里面我装了一些东西 其实它这个是帆布的 我觉得质量还真的挺好的呀 让我对爱马仕的帆布 因为它们家不是有什么帆布的 Burking 帆布的Kaley什么的嘛 没见过食物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质量还挺好的 里面一样是我的钥匙包 这是在泰国买的 然后纸巾 然后有一个润唇膏 Pixi的 然后是一个 叫什么 就是写了用水洗洗不掉的一个笔 叫什么笔啊 然后一个是我之前车的钥匙 然后一个美瞳 一个充电宝 好 然后这个包就完了 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呢 而且我主要是我之前 Begoyer那个包包很大 然后我老是把钥匙啊 小卡片什么的都放在里面 就很难找到 所以这个包就正好满足了我 就是把那些稍微不那么明显的东西放在里面 我就会比较好找一些 它这儿是一块小小的皮 这两个挺好的 然后是我的墨镜包 因为我最近生日入了一个 Gentle Monster的墨镜 然后里面是两副墨镜 其实他们说这个也可以当一个手包这样子 你先看一下Gentle Monster吧 然后我买到了那个最火的那个Dada 在伦敦 让朋友帮我戴的 好看的 就还挺适合我的 因为我当时喜欢它 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脸更宽的 就如果你有太阳穴凹陷的问题啊 或者说 就是上面 对比较窄下面比较宽的问题 这个是可以给你修正的 还有就是我其实没有这种形状的墨镜 然后我也没有Gentle Monster的墨镜 所以 哪怕是说伦敦比较贵 然后还有些汇率的问题 我还是让我朋友帮我买了 而且在其他地方 在韩国呀什么的 maybe这款都会缺货 里面我还放了一个cucci 就是我的 之前那个大的墨镜 然后这个墨镜我是喜欢开车的时候戴 因为开车的时候我不想太黑了 我有点看不清楚 然后这个墨镜就比较适合 你光线呀 或者你想装一下裤 因为我入的又是黑色的 真的看不见你的眼睛 真的很酷 就一戴上就一秒时髦的感觉 我没有这种类型的墨镜 然后这个包 我个人觉得要是黑色的更好 白色没那么精脏 然后我还带了这个耳机 然后我给它换了个壳子 之前是那个绿色的 我之前一直嫌这个壳子太大 但是我突然又觉得说我想用一下这个可爱的这个小电袋 这个内胆包它也有隔层的 就是好多 像我这个地方还插了一个啥 这是我的那个胃胀器的药 在泰国买的 还有一个泰国买的这个鼻通 泰国真的好多那种小东西 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去带国都会遇到 就是吃隔了 吃多了的问题 或者什么头晕啊 水涂不服了 之类的问题 所以说他们的7-11就会出那些比较生活化的药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你看就这样放起来 三菱的话我真的会提不动的 会有一种体力跟不上的感觉 但是二菱我觉得已经够装了 只要你不装那些电脑啊 那些什么东西 iPad也装不进去的 然后比如说你在装瓶水的话 你就是直接这样 你看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真的很实用 唯一有个问题就是它确实是不能兼胚 就你要旅行的话就没办法 但是如果是只是出街啊 逛街一下呀 真的很实用 而且也很好打 而且这个颜色 其实不要看着它是亮色 其实你搭什么都能搭 就算搭粉色呀 搭一些夏天的亮色也都没问题 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就是 例如说我戴这个帽子会有一点多 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个一个就可以点亮你整个的look 但是因为我今天是出去吃饭吧 而且我这个帽子好好买了以后 好好就没戴了 我现在已经想通了 为什么要有美丽羞耻呢 对不对 我们就没有有美丽羞耻 反正我出去我怎么高兴怎么来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买了就是要用 不然就亏了对不对 好今天的饭包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